哈喽 各位好 欢迎回到稀奇 我是大超 作为国际名模香港时尚界的巨星 数次登上知名的杂志 蔡天凤的名字在国际时尚圈 都闪耀着可以说无以伦比的光芒 被称为是业内最受欢迎 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的她 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时尚偶像 更是万千女性崇敬膜拜的化身 然而就在2023年2月21号这一天 她辉煌灿烂的人生却戛然而止 当蔡天凤准备前往大埔 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团聚的时候 命运细剧性的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三天之后噩耗传来 警方在香港新界大埔龙尾村的出租屋里 发现了她的遗体 而令人骇然的是 她的遗体遭到了残忍的肢解 甚至头颅都被切下来 丢进了大汤包中遭到了争主 警方的调查也揭开了一段 令人胆寒的真相 凶手居然就是蔡天凤的前夫一家 1994年的香港 蔡天凤出生在一个富豪的家庭 父母在内地经商 家族的财富达到了亿万的级别 她童年过得也非常奢华 然而她并没有被财富所蒙蔽 却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 时尚品味和个人的魅力 年轻时的蔡天凤曾经是一名模特 尽管身材不算高 但却凭借独特的气质 和对时尚的敏感的嗅觉成功的在模特圈 站稳了脚跟 然而爱情的道路上 她却曾经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婚姻 年轻时的蔡天凤被爱情吸引 2012年与前夫旷岗志相识并结婚 婚后还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子女 然而婚姻的甜蜜并没有持续太久 三年之后两人又与心格不合等多重因素 2015年选择离婚 尽管如此 蔡天凤并没有远离自己的子女 而是持续在经济上支持前夫一家 还聘请前夫的哥哥 旷岗杰为自己的私人司机 保持一份家庭的联系 离婚之后 蔡天凤可以说迎来了人生的一次大转变 2016年 她嫁给了谭仔米线的创办人之子谭方骏 成为了一名豪门新娘 两人婚后再育有一子一女 在婚礼当天 她是身披金事彰显出了富贵跟奢华 这一次 她的母亲更是自豪不已 因为女儿不仅再婚 还嫁给了一个真正的富二代 在第二任丈夫的影响下 蔡天凤的时尚品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她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包装打扮自己 提升个人形象 而此时的蔡天凤 频繁地出席各种国际时尚活动跟场合 例如法国巴黎时装周 和众多的名人建立了友谊 甚至还与天王郭富城的妻子方元 成为了闺中密友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 到如今的社交名媛 蔡天凤的转变 不仅仅体现了外表的变化 更在于她内在的气质 跟魅力的不断升华 她的社交圈子不断地扩大 与时尚界跟商界名流们交往频繁密切 包括LV的男装创意总监 华伦天奴的创意总监等等 无论是在时装周的活动 还是在高级的社交场合 她都能以自己独特的魅力 跟优雅的风度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而此时在反观 蔡天凤的前夫旷岗志 从小她就不爱上学 早早就错了学 甚至连高中都没完成 一直以来 都是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 而且还有盗窃和诈骗的前客 长期以来 一直都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 然而她的人生当中 可以说最大的幸运 就是结识了蔡天凤 离婚之后 她依赖前妻的经济资助维持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 甚至蔡天凤的现任老公 还借钱给这个兄弟做生意 但是矿兄却亏掉了上百万 导致这个店亏损关闭 尽管蔡天凤是事业有成风生水起 但由于对前夫一家的照顾跟信任 以及两个孩子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她在2019年 毅然决定购买了加多利山的低层豪宅 供前夫一家居住在那里 然而正是这套豪宅最后成为了框架 对蔡天凤谋杀碎尸的导火索 据了解 香港的加多利山的豪宅吸引了很多知名人士购买 包括资深电影制作人 还有其他的社会知名人士 此外 前港姐的冠军李嘉欣也在2018年初 在加多利山项目购置了房产 当时蔡天凤拥有自己的个人房产 但是为了避免高额的购房印花税 她选择以前夫父亲矿球的名义 购买了这处价值6700万港币的豪宅 然而2022年年底 蔡天凤决定出售这套豪宅 为了促使前夫一家搬离这个加多利山豪宅 以便出售 她提议在屯门另外再购买一套价值1000万港币的房子 给前夫一家住 以确保他们也有一个相对安稳比较好的住所环境 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矿球的强烈反对 导致双方产生了矛盾 他们认为由于豪宅是挂在矿球名下的 那就属于矿家所有 因此他们全家都想要占有这套豪宅 据了解蔡天凤还曾经向律师寻求过法律意见 如果有证据表明 她是加多利山豪宅的真正购买者 那么她就有可能获得出售豪宅的所有款项 考虑到蔡天凤跟现任丈夫谭芳俊一直没有正式领取结婚证 他们决定尽快注册结婚 以确保他们的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家 一旦他们领取了结婚证 并出售了豪宅 这个房产将转变为巨额的现金流入到蔡天凤的账户 对于蔡天凤和前夫矿航制来说 他们已经离婚多年 这些资产将完全归属于蔡天凤 前夫一家将没有办法分享其中的任何部分 而矿富不满巨额财产的处理方式 因此矿家对蔡天凤开始有了杀心 时间来到2023年的2月21号 矿岗节已与女儿见面为由 驾车将蔡天凤从加多利山公寓接走 前往香港科学园柯进路一所学校 接她与前夫矿岗制所生的女儿放学 车辆途经狮子山隧道入口的时候 矿岗制突然登上车辆与蔡天凤发生争执 这也导致了蔡天凤受伤流血昏迷不醒 监控画面显示 矿岗节一行人随后与驾驶七人车的矿球 一同抵达了大浦龙尾村的一处住所 据龙尾村的村民透露 2023年2月21号晚上 蔡天凤从一辆七人车下车 随后跟随数人进入的案发单位 在一日的凌晨时分 单位内传出了断断续续的撞击声 一次好像是有物体撞到了窗边或者是落地 当中还夹杂着女子跟男子的对话的声音 但是却听不清具体说了什么 而另一位街坊则在村屋附近 听到了嘈杂声和女人的叫声 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不知道对方身份 也没有人选择报警 其后三父子是合力将蔡天凤残忍杀害并肢解 期间矿氏兄弟还一度离开案发现场 22号矿球驾车返回到案发地 将尸体的残肢运走丢弃 监控画面拍到了矿岗节 曾经持有白色的大胶箱 接近车辆 打开车辆的车尾箱 箱内疑似就装有蔡天凤的残肢 在事发21号当晚 一直联系不到蔡天凤的家人选择报警 案件移交到了西九龙警察总区众案组 警方根据失踪人士的资料 确定了蔡天凤失踪当晚的最后身影 当时他穿着白色的长袖上衣 白色的长裤 白色的拖鞋 右手还挽着白色的外套 左右各拿着纸袋和手袋的蔡天凤 从加多利山的豪宅上了矿岗节的车 经过警方调查 于24号拘捕了矿岗节一家三口 前夫矿岗制一度在逃 警方随后盘问三人 其中发现有人坐假口供 声称蔡天凤在汽车行驶途中下车 试图混淆调查的方向 最终被警方识破 调查之后 警方将案发的地点锁定在矿球 于案发当月开始租用在 大浦龙尾村的一个出租屋里 附近的住户表示 涉案村屋的地下单位已经空置了数月 直到案发前才有一辆七人车停靠 估计住户大概是同一时间搬入的 龙尾村前村长的住所 正对着涉案的出租屋 他的监控录像拍到了七人车 在蔡天凤失踪当天的下午三时许 离开现场 到2月24号下午 警方拿搜查令破门而入 在屋内捡获了蔡天凤的遗体 发现已经残缺不全 双腿的残质 头颅躯干和手部已经不知去向 在地下室的冰箱里 还发现了部分的尸块 另外还有两锅 疑似混有人体组织的汤汁煮着 除此之外 屋内还藏有销肉机 电锯 风衣 手套 面罩等等 据信就是用于肢解遗体的作案工具 而屋内的家具则十分简陋 只有几张桌子和沙发 并没有床 而墙身的窗户都被翻部蒙住 为了找到蔡天凤完整的遗体 警方最初怀疑他的头颅可能被遗弃到 将军奥附近 于是在25号下午 警方出动了100多名警力 参与到搜查的行动当中 他们搜查范围达到了200到300米的直径 但是却没有重大发现 然而当天下午 蔡天凤的前夫旷岗志 在东冲发展码头乘坐快艇试图潜逃的时候 被警方发现拘捕 他身上携带着50多万港币的现金 以及价值400多万港币的名表 随后26号的下午 警方在龙尾村住宅 捡获了一个高约半米的大汤堡 里面发现了蔡天凤的头颅 尽管头颅外貌还算完整 但是右耳后方有一个大约6.5厘米 乘以5.5厘米的大洞 可能是被硬物撞击造成的 而宝内还发现了碎肉和青红萝卜 据了解 一饭将青红萝卜放入到大汤堡内 与死者头颅和胸骨一同烹煮 经过烹煮之后骨肉分离 只有少许头发残留 汤底也变得白色和污浊 此外警方还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另外一个小汤堡 其汤色相对比较浅 疑似是嫌犯用来烹煮死者锁骨和连着的肉 同一天下午 警方在尖沙嘴街头 拘据了矿球情妇吴志荣 原来在按摩店任职按摩员的他 在数月前与店内认识光临的矿球 并且将龙尾村涉案的这个住宅 租给了矿球一家 案发前的2月中旬 他再次以月租4万元港币 租用了西九龙一处住所 窝藏矿岗制 涉嫌协助罪犯 警方在3月2号和3月6号 分别抓捕了协助矿岗制逃走的 一男一女罪犯 两人都是矿岗制的好朋友 其中男子是游艇租赁公司的员工 曾经是一人郑中期的助手 收取了30万港币的他 协助矿岗制 经由水路 离开香港 要前往澳门 最终警方是抓获了全部的犯罪嫌疑人 蔡天凤前夫一家4口 分别被控谋杀罪和妨碍司法公正罪 游艇公司职员林顺 以及吴燕女子潘巧贤 则涉嫌协助死者的前夫 潜逃 被控意图妨碍拘捕或检控罪犯 而协助罪 但是让人意外没想到的是 原来矿球才是这次谋杀案的主谋 他曾经担任警队 真机警长 并且驻扎在望角警署 在任职期间的表现非常出色 还获得了香港警察 长期服务奖章和第一勋扣的荣誉 然而矿球却牵涉到一宗 严重的强奖案当中 在2005年 他利用职务之变 获得了该案受害女子的联络方式 随后多次联络该女子 并且在当年的中秋节 以看月亮为由 前往这名女子的住所 强行侵犯了她 当受害女子向警方报告之后 矿球拒绝被调查 然后选择自行辞职 换取到了警方不做刑事追究的结果 这一惊人的真相 令人震惊跟愤怒 矿球作为一名曾经荣耀的香港警察 背叛了自己的职责跟道义 犯下了如此严重的血腥罪行 她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受害人 也玷污了警察这个光辉的旨意 蔡天凤案发生之后 天王嫂方元在社交网上 透露了她极度悲伤的心情 她仍然没有办法接受闺蜜 就这样离开的事实 蔡天凤与矿岗制结婚的时候 表现出了非凡的宽容跟善良 她并没有要求矿家出一分钱 离婚的时候也没有索要任何的财产 离婚之后 她甚至还将豪宅给钱夫一家去居住 即便在有出售打算的时候 她还为钱夫一家安排妥善 确保他们能有地方继续居住 生活不受影响 可以说蔡天凤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前妻 她的慷慨跟善良 让人非常的动容 但是没有人想到 她竟然会遭到钱夫一家如此毒手 蔡天凤的离世 对于香港乃至全球的时尚界 可以说都是重大的损失 与此同时 这件案件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家庭纠纷和财富分配 以及社会安全的深刻反思